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党外时期曾经当过调查局的谢明 帮忙协助当时的国民党 搜集党外人士活动情资 报道内容曝光 国民党立委邱毅同步召开记者会 他两处公文 指控谢长廷就是俗称的料别 而谢长廷则说 当年他自己也遭受起诉判刑 怎么可能跟调查局有接触 他同时一切都是选举计量 绝对没有这些事情 我们前一两周看到一周刊 某周刊有写一个斗大的标题 写着谢长廷有秘密身份 说他是料扒子 因为邱毅也有拿出一些证据来 先请李天夺大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县明跟这个料扒子到底有什么不同 最近很多报道都在讲料扒子 其实料扒子 如果说按照以前讲 就爬灰 但是料扒子基本上是不好的 他就是说你在一个团体中 出卖自己的团体 或者是为了金钱 或者是为生贯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在我们专业的情报里面 里面这个部件 你部件的关系 就是现在像警察 他有很多的所谓的线路 那譬如说北投区发生一些事情 是计程车的 那他如果在计程车的团体里面 有几个关系 他就会去问 哪一天是几点钟 谁出的车 那这个车跑哪些路线 去找他的关系 那我们在情报里面 专门部件的课 至少要8到12小时 那从像我们出去 我到一个国家 我不可能所有事情自己来 那所以我在譬如说 华侨社团里面 有几个比较灵活的 跟我谈的比较来的 那我就会把它列为 我的关系对象 那从关系对象 在我们以前的规定里面 是你至少要考核 三到六个月 你部件一个关系的时候 要说明 当然它的基本资料的背景 对 第二个 它的关系路线是什么 是 譬如说它专门为这个 阅民聊的社团 去提供消息 提供情报的 那三到六个月考核 通过以后才会变为资金关系 资金关系就是说 我固定每个月有给它钱 它要产生什么情报 那是到了民国81年以后 所谓的这些资金关系 还有再来就是内线关系 那内线关系的话 譬如说碰到这个中共大使馆 很难打进去 那我能够有在中共大使馆里面 不见一个人 这种算是内线关系 对 那内线关系也许是司机 也许是驾驶 是这些 或许一个侍卫长什么的 侍卫长不是 那如果说再高深一点的 它已经是在里面当到 当到部官啊 或者是医密啊这些 就属于高级内线 高级 还有分地级 这样子的资金都不一样 天多兄讲得好 过于复杂了 我就讲了 其实县民跟廖别亚不同的 县民就是像我找某人 一年三节国家安全局 他送过这个什么梨子啊 姜椒啊 凤梨啊 芭蜡啊 但是没有钱的 这叫做县民啊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 靠交情的叫县民 对不对 这叫接触对象 我必须特别再说 大家一直在讲廖别亚 廖别亚 那廖别亚是什么呢 廖别亚是什么 大家看过吗 廖别亚有两种讲法 有抓那个啊 对 廖别亚有自己的 一种就是不求人嘛 为什么 廖背 因为背很痒 所以廖 廖下去廖呢 就有人会很爽 你知道吗 所以说廖别亚 那廖别亚跟县民最大的差别 也不在前 在哪里 廖别亚通常是 布面表述 也就是叛徒啦 我们刚才这样讲啦 卖国贼吗 在高级一点点 县民通常是为了达成一定的任务 是 那县民不一定有钱啦 看你自己怎么布建 那本人也学过情报布建 也上过课 那我也自己本身 但是我在国内布过建 因为我们必须要实习 要验收 教官要真的验收 那我发现说 台湾的女性比男性好布建 而且不一定要跟钱有关系 因为尤其是你布建必须要有情报嘛 对不对 提供你嘛 那你要所回馈啊 我们都以为是一定是钱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从以前到现在的情报布建 那女人 你要再讲深入一点 女人 女人 你无可逐渐 怎么布建 是情吗 不是钱吗 动之以情 你知道吗 男人通常要幼之以利才有用 男人比较实际 那女人你要动之以情 国家民族对不对 然后还要讲的 我记得有一次讲 这一方好像真的误以为说 是老共有人要过来 所以他一定要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情报 例如说我是高官的太太的话 你只要对我好一点 然后跟我打场麻将 我肯定把一些什么情绪 有什么情绪 太累了 什么都给你了 常常这样干不行 消息也给了 身体也给了 所以说其实 其实县民 我要特别讲说 不要把县民给污名化 那如果没有县民 没有情报布建 就没有国家 所以也没有破重大刑案 是 台湾地区包括吊蛤局 包括海巡署 包括警政署 这些重大刑案 如果没有县民 他怎么破案呢 对啊 所以廖北亚本身 相当代表的最一种背叛 就是说我们两个很好的 对 我们两个很好为了一个理想目标 可是表面上 跟共团党讲的 人臣握手背后插刀 所以这个廖北亚 刚刚他们比喻一个非常好 那个社稷 是 我倒是想到社稷 跟廖北亚 跟谢明 到底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就是第一个 县民基本上跟料片一样 他们都有一个回魂针的知识 跟动作 你知道吗 什么叫回魂针你知道吗 没事的收集 比如说收集天主收集有花 我回魂针一拿过去就送过去 就送出去了 不懂 我意思说收集资讯 收集资讯 那跟回魂针有什么关系 那我想说 世界里面的知识 就是回魂针的知识 一定要用回魂针的知识 你要讲清楚 现在不是谈设计 现在要谈陈冠心 他那个照片 你弄我了 那一个好看 那个当然那个也是料杯 可是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刚刚讲 把它分得太开了 其实料杯跟泄民 其实泄民的特性 心理的特性 有一半是料杯 有一半是料杯 因为你要做泄民 你一定要有这个料杯的功夫 那个胆势要很大 而且你怕吐车的时候 被人家抓到 有些要补充身边的代价 过街老鼠也都很大 那个线 那就只能讲一句话 古诗里面讲了四个字 你过去常常玩古诗嘛 就是内线 最后是交易 就是内线跟交易而已啦 在商场上也好 政治界上也好 最怕的就是周边的人 这样子出卖你嘛 出卖任何事情 那哪一些人 面相上面的特质 就可以看得出他这料杯啊 四个人就来 四个人就来 好 好 没有他 通常要越不像的一样 对 那这是我们那种 有什么样的特质 如果有权可以领的话是 不过再怎么不像 面相都还可以透露出现金 六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地方就是 脏头 所谓的脏头就是 那个额头很窄很低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毛法有一些寒毛 寒毛就是刚出生的那个新生儿 有沒有都有一些杂毛 对不对 但是年纪大了 那个杂毛就不见了 但是到了年纪还大的时候 那个寒毛还在 额头又宽 额头又窄 那现在我们要这样 一二三 对啊我们的额头都很宽 比较窄的 现在是有话更窄一点 这种面相就是叛徒的面相 就是会被人利用作为叛徒 另外一种就是 张头接下来的成语就是鼠目 鼠目就是眼睛很短很小 但是是比较圆形的 然后它又露光 不是转 我不可能 对对对 会闪烁 会闪烁 闪烁眼神的 对对对 看得到一直转 转转转 假翻发应该也蛮闪烁的 没有 我眼睛这么厉大 没有 相信比较容易不见 对啦 但是你的眼睛是大的 刚刚说的鼠目是眼睛 它是左右 那个左右的这个长度是短的 然后 有一种三角眼短短的 眼眉很多 鼠目是比较圆形的 就是像老鼠的眼睛啊 匀滚滚滚的 但是它是又短又小 然后它的眼睛会发亮 那这种是绝顶聪明 但是这种绝顶聪明 通常都会走在头肌的路上 那你说是有王雷德吗 我没有闪烁 不要闪烁 要闪烁 不是 但是它不够圆 要圆一点的 要圆一点的 这是第二种 那第三种就是尖嘴 尖嘴就是所谓的 面向叫雷公嘴 那我们可以从侧面看一个人 如果说它的嘴巴是凸出来的 或是在讲话的时候 这个嘴唇就撸出来的 就像五高超一样的 你看看 哈哈哈哈 我正面没有 尖嘴完了 尖嘴完了 他应该自己人四个都吃了 对对对 没错 那这种人通常都是会脚步思辉 因为这个嘴巴是代表吃跟讲话 那如果说是嘴巴凸的人 爱讲话 而且爱脚后思辉 那他在脚后思辉的同时 就有时候会 谁怎么样 然后就 无意中透露出什么 或恶意的 对对对 那再来就是尖嘴 再来就是猴腮 猴腮是 猴腮就是这个腮部很窄 但是腮骨跑出来 我也好 那个坤头这样子 但是呢 都死完了 你腮死完了 干脆把制度人家指进来 腮骨没有出来 腮骨没有出来 就是说这边是很销售的 那因为我们的面向 这个地方是人事宫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往来 那这里销售 就代表对朋友容易背叛 又有腮骨的话 就是背后会差很多 那台语就叫肥骨 对不对 对 可以这么讲 腦后健身 像那个司马仪那个像 对 这种就是 起尿器咬布地那种 对 对 没错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垂眉跟垂眼 那眉毛是代表 兄弟人意道德 所以眉毛下垂的人 通常会出卖自己的 很亲的 至亲的兄弟朋友 眉毛都还好吗 眉毛 垂一眉角 就是我们把它画平行线的话 这个眉尾的地方 它的尾巴的这个角度 它是垂一眉角 那你说垂眼的话 年纪大了眼睛总是会垂啊 对 眼睛总是会垂 没有错 那通常如果是垂眼的话 通常都是比较容易成为间隙 就是那种老模深算的就对了 所以年纪越大的人 那当然就越老模深算 什么事情都不动声色 那后面再来做 所以如果这些特征都有的话 肯定要小心这样子 都是这六个特征 其中一个都是 成为县名或是廖培亚 它的面相的特色 那你说县长平衡 没有 从它的面相 纵使它不是县名 不是廖培亚 也会被人认为它是 纵使它不是也会被人认为 没有 现在就承认说它不是 你看 你看 这个是短的 它额头高 你看它额头高 它眼睛没有下水 它眼睛也不大 但是它那个眼睛 除了嘴巴像 尖嘴巴尖凸 然后又下垂 所以它的身上 容易脚后 举头的是非 那你 所以就是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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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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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蔡老师说五个条件 都具备 如果五个条件 六个条件 那一般的社会民众 就比较容易 用客观的角度来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 他今年的总统大选 你觉得 这个 嘴巴比较尖 又下垂的话 有时候就是说 放出去的剑 很容易回过头来 就像回路前 伤到自己 打到自己 又是回文真 所以这个 放出去的剑 回来再打到自己的话 这个是属于目前来讲 谢先生他走总统之路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非常美感的 那职业学生 廖北亚 或者是献民的话 他们讲 马云九是 所谓的职业学生 那你看他那个像 像不像职业学生 就是说职业学生 间接的定义 就是献民吧 对不对 或者廖北亚 好吧 职业学生 他的像的部分 有一个很特殊的 你就看他的眼尖的眼皮 这个地方比较深邃 那比较深邃的话 眼窝比较深邃 对 他旁边的人 比较容易就是制造他的麻烦 所以他姓马 所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 骇马之群很多 骇马之群 骇马之群 骇马之群会很多 这样 那如果那些县民 还是在廖北亚被试破 以后会怎么样被修理 廖北亚或者是县民 必须看在他什么地方布县 比如说军事情报局 他布县在这个中国大陆那边 以前真的用布县分打路 拉出两种 打路最难 因为你必须派个卧底 真的去无间道一样 去卧底 那拉出去很简单的 在吸收一些廖北亚 对不对 吸收一些 可是如果是在对岸的话 那一拉一提 抓到那就不是死 就关于十年八年无期独行 那警方这边的话 警方或调查局 为了破案所布的县 这种县通常叫灰道 就是介于白道跟黑道之间 因为它都跟破案有关系 一旦他的身份曝光 通常就只有一个字 叫做死 死啊 牺牲啊 所以为什么叫死线 死线对不对 死线就是一定是这个线 非常OK 布下去以后 永远不会对不起你 永远不会跑劲 但问题是一旦出事情的时候 那么他可能会率先 得到这个很悲惨的命运 也就是说 我要跟各位补充 就是说 我们不要一直把这些线名 给污名化 那廖北亚我比较反对 因为廖北亚本身就是 搬弄是非的小人 出卖背叛朋友的家伙 一般来讲是这样 比较负面 那在献名的部分 我跟各位讲啊 35年前也是 我去遇到的 我们家附近的邻居 我住台北市 那时候管制品 那时候SW1 SW2的 长短波的无线电收音机 是禁止的 所有的收音机 你要听长短波都是 把你截掉 那我小听到 已经弄了一台 然后呢 就包括AM 然后调符调听 然后从长短波都在 每天在那边听 后来我发现在我住家附近 有非常强而有力的摩尔斯电马 无线电报 我在半夜的时候发报 那时候我们要跟 会案的这个情报 也是利用这种方式 所以有点深波 我觉得因为很大声 真的很大声 我就觉得说 这不可能是在 不可能是在这个 因为那时候十几岁而已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会那么声音那么清晰 而且很短 时间都很短 可是后来 国民党他们一直抓不到 一直抓不到情报单位 一直警总抓不到这个人 后来是因为悬赏 好几百万 在35年前的好几百万 是我们邻居的太太去检局的 他检局他先生 这个人在当时的那个 行政单位里面 是一个非常大关键的人 然后他检局了以后 搜出无线电发报机 那我们通常对 无线电发报机 摩尔斯电马都是采取 三角定位法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说 电波一测就马上知道位置 大概是锁定 都是用三角这样去锁定 没有他太太的检局 抓不到人 后来 后来有一次 几百万乃通太太 这是几年前我当兵 然后因为我当的是 跟情报有关系的兵种 这种部队 结果呢 我们接触很多很多的机密 都不能讲 包括现在都不能解密 跟天左兄一样 结果跟各位讲 我后来退伍了以后 我非常懊恼 为什么 退伍大概几年后 我看到一个新闻 当时我们的少将司令官 掌管所有台湾全国 所有各种部队情报工作 最秘密的人 他竟然是匪谍 他人家说有针有线 对不对 你来我中国大陆插针 我就把线布进去 我这个单位里面 怎么办 他是匪谍最高级 后来他没有判死刑 后来他判了一个无奇无奇 听说是用新台币三千万 跟一个女人打动他的机能 那请问你嘛 像我一个小兵 我掌管我能够监控的东西 很有线 可是我们都必须保密 可是他是一个司令官 对啊 他说掌握所有的一切 都在他手上 所以你就知道说 县民有多可怕 那钓材机 力量到什么情况 那我这样子讲 只要碰到县民 而有危害到安全者 在过去就是给你吊死 各位看 可惜啊 脚型就是这一类的 因为不可能 不可能活生生地放那个照片 各位看一下 这个像英国 他们碰到廖碟 或者你危害国家安全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比较恐怖的 这一种恐怖的呢 是叫什么 给你做那个电影 就没有酷刑直接死刑 才死就对了 就是 这个都还好 还好啊 这个都还好 我在情报学校受训的时候 是 我们那个教官那时候 是在缅甸 被缅甸的那个当局逮到 逮到的时候 全部是倒掉 倒掉啊 把脚像夹鸡那样子 对 然后灌水 灌马里 灌 从那边灌 对 灌水灌到 灌到后来 后来真的他那个胃整个都坏了 所以像他们那时候在 尤其越土的地方 越难过 在中国来讲 最早最残酷的 就是把你头提光 画一个十字 灌水 提拨下去 刚刚天罗通讲的大概跟 是 所以要出卖消息 拿很多的利益 你就要干出一些 对 只要那你被抓到的话 他惩罚的方式 就跟这个图案一样 给你吊起来 然后审讯 现在就是说 逼供 还有一种方式 叫你平躺在地上 然后用针 那种钉 就是压在你的胸部 钉床 钉床 然后再用皮鞭 抽那个小铃板 然后叫你 把民主部里讲出来 你部件的对象 你民国哪一天哪一月 你跟谁接触啊等等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对付叛徒的方式 那有一些人 不就完全是冤死了 那我们也受到这一些 没有 这个 其实讲比较最近的 最近的案子是 大概三年前吧 我以前在法国那时候 六四起冤 他逃出来的一个人 六四天安门事件 那时候逃出来的一个人 他后来跟着那个笨蛋的王炳祥 从那个中越编辑 要再回到大陆的时候 王炳祥又是谁 王炳祥是以前 中国之村的那个主持人 结果被逮了 结果 被逮了以后 因为还好 他是有法国的居留 是 他那时候出来以后 我去跟他见过面 他说他在大陆被逮的那段时间 是二十四小时 那个大的太照灯照着他 他只有一个床 吃喝拉扎醉全部在里面 他不能睡觉 他本来 他本来还要想 想跟这个卫兵讲一下话 结果人家跟他讲 你再讲一句看看 他什么也不敢讲 就是把他二十四小时 一个 一瓶的空间 关在里面 吃个拉扎醉在里面 拌来的时候一丢瓶吃 他会发疯吧 就是让你精神崩溃 精神折磨 然后看到你真正受不了的时候 拉出去问 一盏灯照着你眼前问 好 台湾演员 台湾过去的警备总部 他探照灯三天三夜晚 然后他天天给你吃什么 吃肥肉 然后喝盐水 根本不让你喝 像这种白开子 他不让你喝 三天完了以后 他说他的全身 因为电解值的失调 对 他说那个头不叫做痛 叫做轻轻的 你知不知道 轻轻的 就是说 那你整个脑袋就是轻轻的 他叫你讲什么 你都讲 还有不难的话 到了最后 他说你要自由 可以 他把你狗链 把你拴在脖子上 拴在脖子上干什么 摟得很紧 对 摟得很紧 然后一碗东西 让你跟狗一样的 去那个这样子 这个过去台湾的警备总部 还有一个更残酷的 在温度 又湿又冷 只有低温八度 他叫你蹲冰块 然后一个人站在旁边 你要做那个记录 从前我都不知道 现在我知道 用电风扇吹 然后他看你的 寒气逼 没有啊 真的 他说你可以跳 你可以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准下那个冰块 然后他就看那个 看你的指甲 你的手指甲 脚指甲 还有看你的脸色 只要当你指甲你发白的时候 发青 发白 你发白的时候 他就说你还不要做 因为那个 在那一种状况之下 人会崩溃 对啊 什么都糟了啊 可能 我告诉你 搞不好胡说八道 害到别人都不知道啊 两个小时以内 他那个指甲全部白了 然后把它放了下来 这个我曾经亲眼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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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关于 不过这个是 吸收献民的前面的行球 是 我亲眼看过是一对男女 那警方查获了毒品以后 希望从他们身上再往上追 讲条件 好 敬酒不吃吃拔酒 我还记得那一天台北市六都 把他们两个全部脱光 然后弄来那个大冰块 叫他们坐在上面 然后用一个那个 用一个那个皮 马达的马达袋 那个专门打屁股跟打人 脚底非常痛的 然后行球 然后呢 到后来又开冷气又吹天风上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 都是都是很那个 结果呢 其中男的已经受不了了 男的就跟他有滑胸讲 已经受不了 全身这样子都是紫色 男的同意 女的不同意 后来做一个动作 女的马上就同意了 这个动作 我在港剧的电影里面看到 各位不要以为是假的 我也看过 他把这个女的 用保险套里面装冰块 塞下你 塞进去 这种后女的就同意了 然后两个人呢 女方也跟他达成交易 你们两个人的罪行 查出来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还你们 然后呢 我也不败 但是一个条件 你们两个就是我的死线 从此以后 我会保护你们 我还会给你献民费 对不对 从此以后就是死线 就把那个大头 鱼饿被掉出来 我提到这个献民费 其实他们一般就是工作费 工作费其实有多有少 可是我觉得 献民再高一点上去 基本上变成一个间谍 那就很恐怖 你知道吗 前阵子有一个 是一个在北京 一个做家具的 基本上他也是一个县民 但是后来被你转换成一个间谍 为什么 这一位具有 所以我们最近要注意要 有双重国体人 特别注意 他会走双边 安指是马英九 没有 安指 你这个是县民 我现在要 我现在讲是一个实例 大概是前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发生一个问题 在中国北京有一个是做家具的 同时拥有台湾的这个护照 也有拥有中国大陆的 他两边跑 但是他什么 他勾结一个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安全处的一个做什么 一个销售美军对台湾军售五年来未来的所有的资料 这个资料全部掌握 后来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处 这一个人就跟那个 我刚才讲的 中国在北京的家具商就勾结 勾结之后 这个家具商下面有一个职员 这个职员就直接从这个关系拿这个资料 拿给广州的一个所谓的军头 那这个部分也被判到了 被判到 但是他们的交易是非常的多的非常大的 所以我就说我们从廖北到县民 在广一点的部分 县民那个工作费已经养不起他了 如果你有县民的一个基础的话 基本上他会善用关系 尤其是三方面 四方面的关系 这个是捐售的部分 那过去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是 你也知道 一个非常有 直接讲我们的黄先生好了 黄任宗先生 过去他有个小鸟的县民 小鸟部队 什么叫小鸟部队 就是你对子 除了小胖那之外 他总共旁边好多的女弟子 对不对 然后这些女弟子就常常跟什么 跟高尔夫球 在高尔夫球 跟检察官法官打球 所以这些消息 然后忽然有一天 我那个时候采访黄任宗夫 后来他有跟我讲说 这些小鸟部队出去 其中可能一次发出十只小鸟 就像我们赛哥 对不对 一次哥龙对不对 全部放出去 那哥龙到所有的高尔夫球去打球 结果跟那个检察官法官很好 那个小鸟就在旁边 每次小鸟一人 一听到有个检察官讲过 那个黄先生 最近我应该修理他修理他 好啦 这放出去的小鸟全部回来了 全部回来之后 黄先生那个时候在 就坐在办公室里面 开始听宪明大会 宪明 那个叫宪明大会 不是我们一般台北县宪明大会 宪明拿回来之后 就了解该是怎么做的 没错 所以后来黄先生 就一直那么长 所以财产就脱掉了 黄先生 我脱掉我不知道 我脱掉了 你说的 你说的 到现在他也没有办法 对 他钱也都没了 人也死掉 那跟命谁还他 我想这是一个循环 我们如果谈 我是知道比较亲密的小鸟 就会跟他讲说 收敛一点 低调一点 那比较不相干的 比较不亲近的那些小鸟 反而就改来跟他讲说 我可以帮你瞧 那个谁摸摸摸 那每个人可能都要个几千万 他后面都没有钱 那你到底 每个都要几千万 那根本钱都送给他们 小鸟 你知道吗 泄民回来讲 黄先生心里甘心 因为他一直搞税 又缴税税很多 他就尝试的说 再透过另外一个法院 或者检查单的系统 那个也叫泄民 其实那个是司法皇 司法皇是介于两边 一般来讲 如果是一百万 假设 我没有说哪个法官 假设我是这样司法皇 我也算泄民 我也算是廖非 也都可以 一百万的金额 各分一半 所谓的诉讼的泄民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但是 没有 我 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我把范围又换港 黄先生讲的这个部件 是去建立起来的 那我就拿我自己来讲 我在法国待的那段时间 我曾经为了一条线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去 去顾一条线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 我在民国79年80年 在法国的时候 那时候在法国吃一碗饭吧 那个百米饭 大概要30块钱排币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法国最高的那种部件 给的钱也不够500美金 五四五五两千 五五五两千五百百万 那个钱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那时候 因为在六四天安门事件 时间的时候 所有对大陆的这些广播 包括美国之音这些 大家都要想办法 去搜集大陆的情绪 对 可是全部受到干扰 只有一个法国 有一个亚洲 亚洲广播电台 他对大陆的广播 是不受干扰的 他用华语对它广播 那所以这个广播电台 在大陆拥有很多的品种 他们每一次 因为他们当时 只要贴一毛钱的 那个人民币的邮票 他的那个信件 就可以寄到大使馆 每一次大使馆 挤麻袋挤麻袋 这个信件出来 那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那是一个很好的 产生的地方 所以我花了将近 一年半的时间 在里面找到一个人 然后跟他交往来往 后来透过各种关系 知道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 他的背景 对 从哪里来或者干什么 可是他要突破新房 第二个 然后找到接触路线 第三个跟他交成好的朋友 包括他喜欢吃面食 做烧饼 我就说我不会做烧饼 我就去跟他学做烧饼 喜爱跟厌恶的事情 都要搞清楚 可是我真的好奇 这个是男男女的 男的 男的 如果是女的话 就可能要我回婚 男的也可能会有多产生 后来的 后来的 结果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我才跟他讲 我说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 我就做了一个表格 做了一个表格 每一个省 然后政经军心 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我说你反正这些信件来 你都要看 你看完以后 你帮我做一本肯定书就好 譬如说从甘肃省 二月份来了八十九件 可是从山东省来了九十九件 那这九十九件里面 政治的有多少 经济的有多少 新闻的有多少 那可以知道他们的民怨怎么样 他们对政治的 然后 这里面如果说有很好的 那个信件 你购买一份给我 我另外再给你 我来讲一些 跟部县有关系的 面积的事情 刚刚讲的新事的话 警方办案 其实新闻界也需要付信 也需要宣明 要啊 那有一次的采访经验是 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的话 千岛湖惨案 那千岛湖惨案 老公那边一开始是否认的 他怕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所以都封锁 可是后来封锁不了了以后 就说抓到人 那要家属过去 可是拒绝台湾的媒体过去 那这时候就来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媒体不去呢 对 后来我们有部分的同事 跟朋友 就合力跟家属 跟被害人的家属一起去 就冒充家属的身份 一起过去 然后在过程当中 你就算即便到了那个地方 统一住在千岛湖的 某一家旅社 所有的公安全部都是 一对一的紧迫丁人 包括你打个电话 所以那时候去打电话 都会出现两种语言 一个就是台湾话 一个叫客家话 从来不讲国语 因为他们会同步翻译 来给你录音 然后也不能传真 为什么 因为你传真写的稿子 马上他那边的传真机就出来了 就对啊 为什么知道 因为有一个人就是不长眼 他自己在传真一个什么东西 回去的时候 马上有一个公安跑来说 某某先生 你写这一段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好快喔 他们还知道 你竟然同步 同步你两个 高科技的 跟刑事单位的那个 公安局的那个刮 那个意思不一样 是 结果呢 那你去那个地方采访 目的在哪里 就是必须拍照片 然后必须把里面的新闻 传进来 传出来嘛 可是公安单位抓得那么紧 一对一这样的紧迫金的 你怎么弄呢 对啊 所以在去的过程当中 然后除了冒充是死者 我还记得我们同事是冒充他这个 死者的 然后你要进去他们城市的地方拍 公安立刻就问 为什么拍照 长小人可以选用葫芦的素材 来收拾小人的这个 盛宴之气 那这个葫芦的话 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那种植物晒干的空心葫芦 另外一种就是用玉去雕琢的这种葫芦 因为矿石它本身的能量 雕成葫芦之后 带有这个收拾小人的气 那这个摆设是应该摆在 睡觉房间的窗户旁 那这可以挡外来对于你任何 所有一切妨碍的一切 所有的小人都把他收拾在 福利里头 在去的过程当中 然后除了冒充是死者 我还记得我们同事是冒充他这个 未婚夫 他事实上他是没有未婚夫的 他死在那边 那就是跟家属 跟其他的家属 所以说拜托一下 让我们去采访 然后我的身份就是 然后哪一个 不能拿太专业的 你要拿傻瓜香菇 然后你要进去他们城市的地方拍 公安立刻就问 为什么拍照 我是他的未婚夫 我要把他带回来给所有的亲戚 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开始是不让他们家属拍这个 偽装自己身份 对 偽装身份 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传出来 当年没有什么什么 博客 没有什么网路无线传说 没有 拍了照以后就是软片 然后你写的稿子就是必须书面 那在浙江千岛湖那个地方 你必须怎么传出来 后来就经过好多个朋友 从不同的地方赶到这个路程当中 就跟我们设驿站一样 在跑新闻的过程当中 每一天就是一千块人民币 然后每一次再给一千块人民币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然后还告诉他们 这个东西因为怎样 所以你们要小心 其中我还记得印象很深 跟有一对夫妻 真的把自己当作007一样 随时两个夫妻夫彼此眼部 然后交情报的方式 因为盯得很紧 所以绝对不可能说你过来 然后我给你到那边盯 会成这样 随时就是准备 比如说我去哪个厕所 哪个小便 情报的传递服务是这样 我会到哪一个地方 树那边小便 下来寄个鞋子 这个东西就容易藏在鞋里面 那个叫转手 转手 然后这个东西 前面都叫做交通 然后我会有第一转手点 但是为了安全警戒 会有第二第三转手点 不同的转手点 中间有一个人凸钱你就没了 这个线就断了 所以你必须要设很多不同的线 所以这边这一块区域是这里的 那一块区域是那里的 所以你要用这种方式 源源不断出来 我还记得我们同事 其中有一张照片 是就在现场烧名纸 然后夕阳的时候 那张照片登出来了以后 当隔天造成中共这边 公安部非常大的震怒 为什么照片会出来 然后开始撤场 然后呢 不过我也必须很佩服老公 我们这个同事 回到报社的第一通电话 就接到对面打电话来 就查到他的身份 蒙蒙先生 因为他当时回来的时候 为了要演技要有地震 还背后抱着他的骨灰 回来 结果他回到报社 他马上打电话来 那一天一回到报社 他打电话来说 蒙蒙先生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我们祝国 祝国 但是希望下次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否则以后我们就封杀你 好厉害 绝不让你再进来了 要报个料 有啊等一下 今天超哥先生 我报个料 延续跟他瑞德松讲 新闻界里面非常多的线 尤其报纸 那份报纸以前我待过 那份报纸在嘉义 后来改名字 那个时候蒋经国曾经叫宋楚瑜 我们那个时候都叫宋楚瑜 我那个时候在那报纸 叫宋楚瑜叫老板 他未来是要接蒋经国后面的 唯一第一把交语 那时候当然文工会主委 文工会主委 那时候新闻局要听文工会了 好我就考进去这个报纸了 这个报纸你知道吗 我的长官是谁 中央设备的长官 他真正的深圳是谁 调查局 那我的旁边的一些记者 除了我啊 那我不是廖北亚也不是县民 全部都是调查局 就是调查局 也是可以担任记者 其实媒体业一定要 跟这些关系都很好啊 现在媒体业里面 我不敢讲梁大报里面 有调查局的部分 我以前有一个长官 就是调查局的 现在还在两大报之一 对啊 对 所以我刚才讲说 其实不是很可怕 他过去真的是调查局 可是这样没有爆料 我们听不出有什么料啊 情报局的 没有啊 我接着瑞德兄讲的 千岛湖里面是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次抓到双面 那这个就因为千岛湖事件 他真的是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精确的消息 红头文件送到李登辉的桌上 然后说凶手是谁 是谁在什么地方 不是在千岛湖被逮到 是在四川被逮到 那这个人以后就受到的中用 这个人受到中用的时候 他又被中国吸收 那他又帮台湾做事 而后为了这个双面蝶 中国大陆 他是说你台湾的情职人员 那我抓三个 三个我要换回你一个 那现在这个人他还在坐牢 是喔 他过去是在新店监狱坐牢 那我再讲 那我自己呢 真的是被廖白亚陷害 有 这个陷害呢 好气喔 就让我付出了一年七个月 缓刑三年 缓刑几满被提报联盲的 好好好 真旧嘛 情职单位他厉害到什么程度 他成立一家杂志社 你要人给人 你要钱给 给那个钱 是 结果呢 那家杂志社就不断地向我邀告 我就写了五期 诶 我说 很棒 给你的版面也不错 对 版面都很不错 对 然后到了 到了最后 他要收了以前 他总共出了十三期 月刊叫做十三期 他要收以前 他就突然指明要我写那两篇文章 主题 主题 给你设定好 给你设定好 好 通通设定好了 然而我们好贝贝是看到的文章 因为他那时候管那个情字单位 是 他就看到了文章 就用这些文章把我起诉 完全设个局让你跳进去 让我许君入爱 对 对啊 所以啊 那我找某人自认为非常充敬 你也跟蒋孝然一样摄氏卫生 对啊 天上掉下的礼物 那我是笨嘛 通常的状况 通常都是贪小 你贪眼前的 对 那他后头一放给你的时候 你不自觉就下去 对 因为你不想 那谁晓得他会这样啊 没有 更那个恐怖的是 我还问他 我说我的手稿 那个时候我们写稿是要用手稿 没有 现在电脑打字 没有那个电脑打字 好 他说我通通帮你处理掉了 不行 那你过来看 那我一看税子集团 你看看 对不对 我就说好 放心啦 所以我在检察官那边非常地囂张 你拿出证据来 对啊 你不让我拿出来 没有 检察官没有给我看 他说侦查不公开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好 我到法官那边去 我还没开口讲话 法官就提示了 他说第几页你翻一下 我这么一翻 他说剩下你的笔记 不是碎纸机吗 对啊 那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 所以就完全被骗了吧 我跟你讲 完全不是影印稿 还有 我跟你讲 完完全全是那个手稿 手稿 手稿 然后呢 我说怎么又有另外一份手稿 是 他们讲 他们用那个继续高科技去拍 拍了以后 让你看到你的稿子 跟你手写的一样的 但是现在不管各行可以 当然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么高层次 但是就算一个公司行好 自己也很怕被出卖啊 这样干脆请蔡上基老师 帮我们测一下 今年的流年呢 什么人要小心 特别小心周边的人 仙人掌是当小人最好的素材 经济又实惠 因为仙人掌本身带刺 刺是保护仙人掌本身自己 而且刺又具有公平性 所以如果说当你有换小人的时候 记得到市面上去找用 仙人掌 而且这个刺越长 而且是越硬的刺越好 那记得要摆设的地方 一定要摆在你们家大门的门外面 不要摆在市面 摆在门外 所有外面的所有的人际关系 所有一些对你有任何妨害的事情 仙人掌都帮你擋过所有的一切灾难 那不管各行可以 当然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么高层次 但是就算一个公司行好 自己也很怕被出卖啊 这样干脆请蔡上基老师帮我们测一下 今年的流年呢 什么人要小心 特别小心周边的人 好 在今年流年里头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那个面向是偏方地宝的人 跟刚刚那个又不一样 对 因为这是配合年度 因为今年的属土的能量 刚好是走到一个煞气的位置 那煞气的这个位置 这一个土形的脸 它是偏方地宝 圆圆脸 方方的 就是这个额头比较宽广的人 然后下巴两侧 蔡老师啊 那你老是在暗示他 你老是在暗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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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先生的面向是属于比较修长的 可是有一些公司的老板或会计 专门喜欢用这种圆圆脸 方方脸看起来比较有好奇啊 对 如果是公司 今年的流年 对 那是针对今年的流年 对 针对今年的流年 那通常如果说是公司里头用这样的人 他是比较具有领导能力 是 可能可以重用大家成为一级主管 他可以帮公司带兵打仗 但是到了今年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所欲薪 就是不受拘束 不受约束 不受支配 他可能会另起炉灶 或者是想要当老大 那也比较容易产生公告正主的问题 所以要注意 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 我跟各位讲 看过很多美国FBI的电影 说他们有夺神勇西搜献名 然后再看香港由梁朝伟跟周润发演的枪火 不是枪火 枪火 枪火里面有个很重要就是 枪神 也叫枪神 在香港叫枪火 然后就是梁朝伟演一个卧底警察 他不是有一艘帆船 对不对 他要执行任务的时候来一个地方 然后破了一个好大的一个 隐藏在医院里面的军火工厂 然后完成了以后 他就有一艘帆船 有一个护照 还有很多美金 环游世界带着满满的钱 这个在台湾是神话 但是目前有机可循的 所谓吸收献名用过一次 这一次是在民国73年 非常有名台湾地区 有史以来第一次查获 单次查获军火最多的 林边走私军火 这个林边走私军火案 当时有警队总部 跟当时的警政署 还有调查局 三个单位核破70几把 当时因为这个死线 就是其中的一名刑犯 可是为了保护他 也一并移送 但是因为你不移送 他人家会起疑 对不对 可是移送以后你就可以 起诉判刑分歼嘛 对不对 可以消失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除了给他一笔 听说在当年 可以让他们一家人 过着不愁痴 穿一辈子的费用之外 一辈子 获利真的发给他一本护照 发给他们全家人的护照 是经过我们说变更的 不是他原来的护照 他就可以去别的国家 对 重新生活 在其他的包括卧底警察 这些案子真的有 其他的卧底警察 或其他的打入 拉出的案件里面 这种所谓给你很多钱 然后又给你一个新身份 还让你到国外去 我告诉各位 在中国的情报史上 至少在台湾地区 几十年来 其实只是一个神报 神报 没有利用价值就帮你去走 我有一个问题 我们老师讲 宪明 廖北 那我干脆问蔡老师 那你看看这三个 就是说 布件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 行制首长的布线 最爱布线的 应该是什么样的 去找这些张头鼠目的 对 那个找的都是短的 那种找的都是短的 你找长的绝对不能这样找 短线跟长期 你要了解很清楚 你布这个像短线长期 还有 你在布完了以后 你还要常常教他的 譬如说 任务更改 我如果可以做那个小鸟 我就发了 有时候 我们就讲在设计里面 王家是后来表现多好 完全无限只有几次经验 之前的时候 之前的时候他心里面 他心里面有没有 他不是跟那个厨长在谈的时候 心里面很挣扎的时候 对 如果按照我们来看的时候 他在那时候 处长应该把他留下来 做心理的护导 没错 然后把他按捺下来 没错 再隔一阵子 再去出这个任务 完成以后 对 他那时候就让他走了 所以也是 心理建设已经不够了 对 我有一个想法 现在到底泄民里面 国内泄民谁最厉害 我认为 王佑珍那个时候 在新加坡的时候 对不对 不是要请送回台湾 检调单位也去了 就是说隔了大概几步路而已 听说他之前打几通电话 有谁呢 不晓得 但是有人劝他 有人告诉他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后来就是录前 前送回台湾 这是一个关键 我觉得这个关键 在这一本电话 还有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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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